把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就是刪除工作表 刪除工作表 這個刪除的話 我前面講過了 最關鍵的地方就是 哪一個工作表的名稱 後面有沒有 shoot 然後哪一個工作表的編號 .delete OK 然後刪除的話就是 我從最後一個往前刪 因為我前面講過嘛 因為如果你假設從第二個刪完之後 那第三個 本來要刪第三個 可是第三個會跑到前面去變第二個 最好的方式就是倒過來刪 所以for i 等於 最後一個 一直幫我刪到第二個為止 然後me step 記得要-1 -1的話是越來越少 從最後一個 一直往前刪 那這個 dispress alone這個 這個在目前我們新的版本 不加也沒關係 不過舊版本 它會一直跳是否刪除是否這樣 所以這個上禮拜講過 然後呢 上來就是新增工作表 有沒有 新增工作表 一班 二班 三班 的資料在這裡 那我說for i 等於第二列 到第四列做什麼 分別幫我 add 一個新的工作 add 一個新的工作表 在哪裡呢 在最後一個 然後名稱 就是從 L 欄裡面去幫我抓 然後最後游標再放回去 這個也是上禮拜的重點 其實如果我現在要做一樣的事情 其實就把這個怎樣 拿過來用就好了 OK 那怎麼用很簡單 一 我們直接拖欄一下 所以以後你至少要懂得怎麼樣 看懂那個我們現在寫的層次 第二個你至少貼過去還會改 改改對沒問題 至少不用重寫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 可能剛開始的誤性沒那麼高 一下他自己要從頭寫 是蠻困難的 但至少人家寫好給你用 你至少要會用 那怎麼使用呢 第一個 我們一樣 開啟問題02 第二個的話 請你在問題02裡面插入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 請各位把剛剛那兩行 先call過來 複製應該會吧 第一段第二段 這兩段其實雲端白板也有 我要幫你們在 雲端白板裡面找哪一個 找那個 應該是放在單元02裡面 單元02裡面 這個 那其實就裡面找一下 應該有這兩段程式 那你就可以把它拿來用 OK 或者是從你上個禮拜寫的程式 應該也有 找一下在這裡 這個 有沒有這一段跟這一段 在第四頁的地方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把它call過來之後的話呢 run一下看看 OK 那先針對品名好了 品名的話 品名應該是 切到問題02 那品名部分的話 我是放在h欄 所以呢 我剛剛的那個 這邊可能是放l欄 那所以這邊把它改成h 然後再來的話呢 P是 其他這個地方應該不用改 還有範圍 for i 等於第二列 這第二列沒錯 到第幾列呢 這邊是第六列 這邊是輸入6就可以了 或者是說啦 你可以用向下追蹤的 向下追蹤的話很重要吧 如果將來你要從A1向下追蹤 得到也是6的話 那寫法當然我們就可以了 用剛剛也寫過 這個很重要 追蹤部分的話 一定要熟練 那記得是從h1好了 我們從h1的儲存格 向下追蹤的話就點 點end 然後前刮弧向下追蹤 到的列 幫我把它放到這邊 roll 點roll 這樣就OK了 那回來的話就會是6 2到6 然後做什麼呢 幫我新增工作表 完之後切回來 試一下 執行 有沒有 玩具 到糖 刪除的話呢 其實應該 城市不用改了 把它執行一下 這樣就OK了 所以呢 這邊的話呢 我們其實就可以產生一個 批示新增工作表 品名部分 但是 地區可能要另外改 所以地區 這一段可能必須再把它改一下 地區 那再來的話 最重要的是 就是目前 執行過之後的話 玩具裡面沒東西 茶裡面也沒東西 關鍵地方來了 我要把什麼呢 把 這邊有沒有 再加上兩行層次就好了 這個下方有沒有 再加上 就剛剛那兩行 我們還記得吧 第一行就是 Auto Filter 有沒有 有沒有 第二行就是Copy 所以你會發現 這兩行真的太重要了 你會這兩行之後 很多事情就變簡單了 但是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至少會摳 看這兩行也不難找 在哪裡 在我們的雲端白板上面的 D F 這邊篩選 有沒有 就是這裡 這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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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它Ctrl C Ctrl V 最好當然可以的話自己寫 如果不行的話 你先複製好了 我先偷懶一下 我先Copy 過來到哪裡 到這裡 把它貼上 那首先呢 你先確認一下 範圍要不OK 序值1 沒錯 序值1 範圍是不是A1到1 應該不對 所以 切過來看一下 應該是什麼 A到F 所以這邊的話 記得把它改F 那 底下的那個 列數 其實理論上 最好是用追蹤的 因為它這邊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Ctrl向下 1239 理論上是你也可以直接填上去 可是問題 這個數字將來會變動的話 最好用追蹤 怎麼追蹤 其實也一樣 你可以用A1向下追蹤 那寫法的話 直接把1239delete掉 2的話 空一格之後 在這邊加個and m的空一格之後 就直接 我剛才是用R1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把 剛剛這個追蹤這一行 這一行拿來改比較快 這一行 放到哪裡 放在這裡 Ctrl鍵按住拖拉 用複字 就是 意思就是追蹤 追蹤的話就不是H 是用A開始追蹤 也就是說 把A向下追蹤到的這個列 直接就幫我放在這邊 所以F 後面就是1239 如果未來資料會增加或減少 一樣 這個地方也會變動 OK 應該可以 你懂我的意思 筛選 這個就筛 筛選之後的話 會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請問一下 你要查第幾欄 我們之前是查 班級在第一欄 可是品名現在的話 他在第幾欄呢 第二欄 所以請你把這邊改成2 後面的話 就把這個改成H 然後再來 這邊的範圍 其實就是跟這邊一樣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Copy過來 或者整個 這邊點前面整個Copy好了 這樣比較不會錯 Copy 然後把它蓋 蓋到這個點Copy的前面就可以了 Copy到哪裡呢? Copy到他的A1 這裡 切過來 所以點Copy 這個等於就是 複製加貼上 如果當然你用錄製具體的話 他會寫好多行 或者你要先要選取 有沒有 然後再Copy Copy完要切過去 切過去要貼上去的 有沒有 就很多行 如果你用寫程式的話 就只要一行 一個範圍 點Copy 到哪一個起始位置就可以了 非常好 這樣的話 理論上 層次應該就 應該就寫完了吧 有嗎? 對,寫完了 所以基本上 就增加這兩行 然後 其他不用改 再來的話 再試試看好了 所以先刪掉 這些工作表 接下來的話 Texel 如果你擔心錯誤的話 按F8 先足個足個 你不要太有自信 足個足個 跑的時候先Check一下 是不是 範圍是不是6 對2到6 那沒錯 然後新增的工作表 然後把名稱改成 應該是玩具吧 我記得第一個 玩具沒錯 OK 改了 底下一邊按F8 一邊檢查 看這個結果會不OK 再來篩選F8 當然如果你怕錯 我建議你是先切過來這邊 因為是續著1 第一個 有篩選 玩具是我要的 然後再來 記得一定要切回來 否則如果你在執行下一行 它就會出錯了 然後再把它摳過來 F8 玩具通通摳過來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一之類推 可能後面還有其他品名 所以我就讓它直接全部跑完 好了 不過好像會卡一下 卡一下 因為它要做篩選 有時候要演算一下 OK 那最後的話 它好像篩選中還沒取消掉 看一下 這個手動取消一下 OK 那這樣的話 切過來看一下 玩具 有了 茶也有了 CD 書 糖 OK 全部都有 那 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重點 我在把重點這樣回顧 刪除 試一下 感覺好像卡卡的 支持一下 其實好像跑得有點慢 刪除 刪除什麼慢動作 而且它好像這個篩選狀態 好像都會一直是被篩 所以如果 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要讓它篩選狀態取消的話 你可以加一行 哪一行 就把這個 直接 複製到這裡 後面不要加哪一欄 然後不要加條件 這樣應該OK 是 然後我把 篩選把它恢復一下 這樣再跑一次看看 應該這樣就 仔細 切回來 篩選 它就沒有了 OK 所以最後其實還可以再加這一行 那你那個篩選 就不會一直是被選選的狀態 不過其實 最後一行沒加 其實也不影響 只是感官上的感覺 OK 可以請各位試一下 基本上沒有增加太多東西 這些東西 上個禮拜 其實都有講過 只是說為什麼要重複講 因為太重要了 你一定要熟悉 因為你會這幾行 真的很夠用的 很多地方 只要你要做什麼 做總表的分割 看你要按什麼分割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就完成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這個方法當然以目前來看 應該是目前我看過程式最短的 應該沒有再更短 你說真的程式真的也沒有起行 這麼起行 你以後乾脆就把它當篩本 像我不是直接拿 剛剛之前上個禮拜寫過的來改 對不對也可以 反正以後你就是想到想好想一個方法 就是說確保你以後程式是可以很快寫出來 然後也可以不要寫錯的方法 都是好方法 OK 而且至少你剛開始也許沒那麼熟沒關係 至少你會把它當填空體一樣修改 也沒關係 反正做得出來正確無誤 你工作上也派得上用場 你多去使用它 慢慢你就熟練 熟練之後你會把癌 其實根本不用特別去記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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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